我是猎手 赵一虎 李家侠 我来了 终于了 终于了 十斤油了 来 小柯帮忙尝一下 好 漂亮 牛 牛就一个字 牛 牛 这个地方知道的人比较少 能处于的话 基本上都是大个体的鲤鱼 今天我们到这个李家侠时候 开这个鲤鱼饵料 还是要 伙食里的 罗藻味的 两份 罗藻味的两份 然后加上一份浓腥味的 腥味不需要太重 有一份就大小都可以兼顾了 然后这个猝食剂 放上半包就够了 明显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 你看有很多藻类的东西 因为在这个水比较凉 给上一份浓腥的 腥味蛋白含量比较多的 它会吃口会更好一点 好 我们静置5分钟 这个地方的水比较深 基本上是在6米以上 所以说一定要开的稍微的 粘一点 不要雾化太快了 等会它吸完水以后 把它收冷成团 像这火石里 颗粒比较粗 钓鲤鱼特别好 就要这种粗颗粒的 不需要添加其他的什么状态 耳朵的地方 就直接火石里的棗窝和火石里的 这个浓腥就够了 稍微打一下 收冷车船 打它是为了降低耳垂的雾化度 好 因为在这个地方不能有太好的雾化 好 搞定 我们开钓 其实李家霞这个地方 以前我们经常来钓 我这有几年没来钓了 这个李家霞 这个枯须 有一个很特点的钓法 就是必须是跑签 因为走水太大 不管在什么地方钓 就像在这几个湾子里钓 都是有特别严重的走水 而且它的 涨水和落水会很快 钓这种鱼 就是一定耳料错大 钓跑签 等死狗 基本上小鱼是钓不到的 只要种鱼 基本上都是领域 走路说话 都一定要安静 因为离得很近 等于说你现在可以看见我的七米二杆 就是钓到七米二的尖子上 一定要带尸首绳 不带尸首绳 因为水太深了 羊杆扬不起来 种大鱼的时候你抬杆 它往前冲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拔河 所以在这种地方钓 钓首竿一定是要带尸首绳 现在还好 风平浪静 要是起点风的话 这个浪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钓的比较高 你看着木树 起来的时候是六亩 再起来的时候是六亩 突然之间变成两亩 或者变成三亩的时候 就羊杆了 今天还好 早晨下了点雨 应该就是出大鱼的时候了 耐心等待 省了点电 估计现在长水 有口里的一两个小时以后 长水的鱼就上来了 种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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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水就有鱼 漂亮 小鲤鱼 可得劲 有小的就会有大的 好 漂亮 小鹤同志 是否能用一下你的抄网 拿抄网来 帮忙抄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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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鲤水面太高了 不好抄 谢谢 很漂亮的鱼 还不错 挺漂亮的 虽然小了点 这尾巴是真黄 不错 好了 我想要等两个小时 结果小家伙就先进来了 只要长水我们就有希望 你还从来说 哎呀别拍了 这会儿没有鱼 两个小时以后吧 哎呀我们赫赫真牛 什么票都能跟不到 差点被你听 什么话都能 都能录得上 水开始上涨之后 见了动作之后 打中一条鲤鱼之后 我就知道这个鲤 慢慢开始进来了 这就是一个好照片 证明这个地方 第一是人少 第二水面大 第三 现在我见到口了 开始涨水了 就说种大鱼的机会 几率就越来越高了 希望就越来越大 来了 你看这个飘鲤大 你去就是歪的 现在流水 走水走得太厉害了 就是掉这种跑鲤 就是子鲤一定要短一点 不能太长了 太长了 在下摆的过程中 它容易绕到你的鲤柱上 这种大跑鲤 这种大跑鲤 裹多少鲤 其实都没有定义 像这个我就裹的比较大 大概裹到七八克鲤左右 因为走水特别大 一定要拿鲤能坠得住它 要么它在这里底下 你鲤小它就站不住 根据走水去裹鲤的蛋 找一只小飘就可以了 飘不用太大 我用的这只飘大概值钱 也就是三克左右 裹了一克七八克的钱 给口的动作基本上就是 拉黑或者是上送 现在我们小拍上鱼了 上了一个好大的一个 现在过去看一下 快快快快 温柔点 别急 千万别急 千万别急 不能着急 十几斤随便有了 十几斤随便有了 你把腰上给我挂给 你准备把它挂到我腰上吗 他种了一条鱼之后 一羊杆 他根本拽不住 然后他就扔了尸首绳了 这鱼在外面冲 当时我看到他应该是 种大鱼了 我跑过去跟他一起 两个人一起溜 溜这条鱼 把这条鱼搞起来 跪 十斤一场 十斤 十斤 十斤有了 来来来 刚才终于尸首绳 都要愣了 都愣尸首绳了 这鱼还是蛮过瘾的 来来来 快快快 快 小鹤帮忙抄一下 哎好 漂亮 这条鱼最少 最少时间 哇漂亮 漂亮 牛 牛就一个字 牛 啊呀 久违了 看看 啊 我们兄弟合作 搞到一个这么大的 哈哈哈哈 太贵了 我的天哪 太漂亮了 这条鱼最少有时间 咱们保守是估计一下时间吧 什么事 小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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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 地